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各位网友 当然是几十年楼 低层还要大执那一只 但是旺角 三百四十尺 富记那条街 西班牙宾馆那条街 很旺旺那样 很旺啊 小巴方便了 现在都未必方便 你去小巴站不方便 吃东西方便 你坐在小巴那一排都没开车 多久才上门 对面以前有马建基 天地图书好像没卖了 吃东西真的方便 那里去街市方便 我想走后面街附近也有些鸡叫一下 方便的周围都 那些鸡吃不吃人 我今天看报纸才知道 原来上个星期六 有一个多了 A梦无人机的会演 是全球首场 即首演 其实是热闹的 老实说 我一方面就喜 一方面就悲 喜者 就是 喂 我们终于 有些盛事见得人 但是我可能 其实本来是不是我们的盛事 这个当然是 这个是谁搞的 是人家自己 日本搞的 日本搞的 always reserve搞的 甚至F不容 女儿搞的 的纪念 OK 不过 看到这种环境 立起来当政治 我相信是这样 还是有没有立起来 不知道 但是 其实说真的 我一方面 生气是生气什么呢 你老婆 香港没有自己弄这些 多什么东西 打A梦 我不是说丁当 丁当我们当然喜欢的 但是 喂 日本仔的东西 我常常叫 千万不要民族主义上头 但是有时我真的觉得 肚子很惨 喂 你想想 我们摆老夫子 行不行 十三点行不行 甚至乎 喂 以前 海洋公园那只 威威司令 是不是威威司令 那只 灰色那只 还有 以前 那个什么 什么 承语动画狼 不是有只想要红猫 是啊 喂 那只不能想 你老婆怎么想 牛仔行不行 谁啊 黃鲜馬牛仔 黃鲜馬牛仔 都行 喂 好想悲哀 但是 喂 找到条路了 各位网友 其实有时这些东西 如果 特区政府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如果有没有私人 就立刻 真的要跟 秦哲F不易 和我女儿谈 喂 长期做 其实什么叮当管 我跟大家说 是有吸引力的 是长期做 如果 譬如 譬如 除了这种会演外 譬如 政府是否可以批地 不用太大的 有些叫 你去日本 或者去台湾 那些 有些可能是 一两屏 就是一两个球大球场 那么大的 有室内有室外 有些影相馆 给人看看展品 吃下饭 吃下饭 这些 为什么呢 现在我儿子大了 小时候去旅行的时候 譬如我们带着个儿子 其实个儿子也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你觉得他很喜欢 不如我们去这个 托马斯 火车 托马斯林 不如去这个叮当 是有的 而事实上 随着我们的童心 譬如 我有时间的 我也喜欢提的 是香港的 是香港的 寿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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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原本都在香港 但是大陆 都在香港 起洋洋 你要小心点 起洋洋 有什么灰狼 灰太狼 灰太狼 你如果不是 在说那些洋 就不太好了 是吧 好了 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可以搞到 那你 放开这些 其实 这一类展馆 我跟大家说 你肯搞 其实 现在可能是过去了 不用太大的 甚至乎有三几千尺 室内的 香港漫画馆 其实都会吸引到人的 那晚 武俄小说馆 是啊 这个当然了 金融管 不是 金融管之外 譬如说 你去展览了 你不用大日 三几千尺就好了 因为你不是被人看小说 譬如说 王爷 溫水安 梁雨生 平安 不肖身 再之前 盲朱柳柱 你灭了一个历史 给人去看 其实都是公平的 老实实说 这些软文化 流行文化 香港就聰明了 其实很多国家都聰明了 因为香港的确实 我们是辉煌过的 六七八九十年代 老实说 谁不是看你 就是全世界的华人 我要这么说 谁不是看你TVB 谁看小说 谁不是看你维康 香港就有什么 香港电影资料馆 这个好像 政府宣传很差 是啊 我都没有去过 你有去过 你觉得好吗 你政府应该搞多些 功能 老实说 很简单 你这么多 今天 政府当然你不能 你这些 要给会家指教 你不要自己搞 譬如我要做一个 蛊惑仔 你不需要去探討蛊惑仔 你当然可以说 当年蛊惑仔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社会有很多争议 譬如男主角 鄭伊健都不想再做这个角色 但是 你可以除了 可以有重播 可以有 可以有 导演分享会 可以有 社会学者 很多 因为你真是威过的 刘德华作品展 刘华 刘华 你不敢说 你不要来 他的确在不同阶段 例如那时候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那些烂戏 有些什么 嘩英雄啊 那些 喂 又可以说 大引出香港电影 在经历过 譬如九十年代 黑社会 什么啊 成龙 大把东西你搞 你这些人是威的 不是啊 你就是说电视台 八十年代五虎 其实很多人都看了你大 到现在有小分力那些 为什么不能说呢 你这些人都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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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再说 我上次说过 那一阶廟街 很凶旺 很多人吃东西 我去吃东西的 你知不知道 政府都搞了 现在搞了 政府 绝绝不让他们开话 他们在左街 就是 停了牌 接近正走 留在那一阶 近壁街那边 近壁街那边 喂 那一阶子 我亲身下去 全部都收拾了 全部都收拾了 不让我开 罚得这么多次钱 一次两次三次 但其实那里 是最多大陆客 最多游客 因为那些游客 大陆客也好 他们最喜欢坐在那里 那些户外地方吃东西 你应该跟他们商量 喂 大佬 看看怎么办 搞定他 那你说说什么 夜繽纷 说什么夜繽纷 好了 上个星期 7点半 维港上空 上演的无人机会演 是多了 A梦的会演 历时15分钟 由一千架无人机 构成不同的图案 跟着呢 就由这个叮当 就到了A梦 最为人熟悉的法本 徐二门 首使登场 徐二门 其实我们对于第二个空间 或者我们是否很想念 当日被我老婆搞哭 丢了一个公仔 我儿子在哭 我是想念那时候的我儿子 其实如果看着现在的量子 物理学 他们的演绎方法 基本上 我们是有机会回去的 好的 好了 这个徐二门 正如叮当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的 还是有人画 近年有人分享 就是说大雄终于要死了 的时候 要跟叮当说再见 老死了 叮当 用徐二门 就回去第一日 遇见大雄的日子 但是这些是后族 我也不知道是太多 假的 就是其他人物 OK 多了 希望打开徐二门 现身 在上空 在我们维港上空之后 再用100%朋友召唤零 召唤大雄等等的主角相继出现 大雄 既安 就是我们叫 既男 阿福 就是雅策仔 正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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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 戴雄的妈妈 的样子 好像我以前有过miss 是啊 戴雄的老师 就当时像我们的老师 就是我们的老友老师 更加像刘莫雄 刘莫雄的样子 跟戴雄的老师一样 没有分别 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同一时间 主办上方也都在西营盆中山 紀念公园展出很多充气的多 希望 而且会在尖沙咀的海滨公园 海防道 浪河方附近 也都会派发一些多 希望气球 希望为港人送上惊喜 你想想 这个是主办方 可爱瑞尔沙咀的女儿 F不義雄的女儿 因为要紀念它的作者 90周年 即是那个名寿 即是过了身 一家私人公司 會議 同一時間 中山公園 到處還要派東西 沒有亂指 然後現在就說 地鐵不說話了 這個東鐵很醒目 我不知道這個是他找主辦方 我相信主辦方 因為港鐵不會有這麼快的Sense 就算上星期會議員 搞得來也會這麼快的公布 再跟主辦方合作 首先在全門興鐵兆康站 就做了一個多拉A夢主題月台 我跟你說 如果你可以 像迪士尼一樣 有一個多拉A夢站 又或者像我們香港奧運站 紀念當然 李麗嬸我金牌 根本這個站就是景點 日本有很多這些人 特地坐麵包超人滅車 是啊 譬如一個站 整個站 不要用裝飾這麼簡單 是由興建的時候 就用多拉A夢站 就是紀念這個層次F不宜紅鳥 你終於思考我的藉口 這個就是景點 特地來的 車一起多拉A夢滅車 裡面有多拉A夢的東西賣 甚至乎連那些群組 裡面的黃衣 都做成了丁寧 為甚麼呢 丁寶是藍色的 去過妹妹的丁寧是黃色的 那些黃衣 穿到紀安的樣子 進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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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一點 或者像紀蘭在那裡唱歌 靈活一點就可以了 好了 也舉行 還有三款期間限定的列車 這三款限定列車 就是會走走輕鐵 冬鐵 冬鐵是不是真的我那條 我那條 已經可以下去看看 還有機場快線 喂 屌你這些就做事了 特區政府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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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想得到 又做得到 現在的主辦方也都宣佈 他們100%多了 Among and Friends的循迴特展 OK 今天 我想不知道你們再買不買到 OK 就會加開一些特別場 加支一星期 去8月11日 他本身那些套票7月13日至21日都賣光了 現在加到8月11日 我覺得是8月4日至8月11日 一個星期 官網就可以賣光了 這個特展就是為紀念多勒夢的作者 屌治F不宜雄誕生90週年 它會有一個免費區 免費區就會在星光大道和尖沙水海婆 大家都可以去看 這些是免費的 但是也有一個特展區 你要買飛入的 特展區大家就可以上網 always reserve OK 很活該 看看特展區 怎樣情況 我玩日本很多 很多 但是你香港 你沒有現在搞不遲 永遠不遲 那你特區政府 你那個樣子什麼 喂 想一下 尤其是日本文化 其實真的很多 你除了多希望之外 你Hello Kitty也要搞 有時間搞 有時間搞 好 我們先看照片 當日你都不知道什麼事 原來星期六 3、4點開始 大批人 我登不上了 就在維港兩旁 在那邊聽 你惡惡惡惡 說真的 你叮噹的吸引力是不同的 當然 你要這樣說 老實說 如果 我們很老實這樣說 如果我們在黑夜裡 看到屈原 看到香港 上次說 Hello香港那些 金嶺 有些燈在那裡 其實都會嘩 都會拍的 但是 很對不起 你會嘩 會拍 但是帶了這個快樂 就不夠叮噹出來 老實說 我五十幾歲 我都是看叮噹大的 是從小到大的朋友 我家裡都有幾個叮噹的 真是無公仔和硬的 如果我們在維港上空見到那個叮噹 叮噹是說什麼 叮噹是說友情 是說幻想 是說冒險 你想想 特別是看叮噹的大長篇 其實說來說去的故事 就是不離其中 都是說他們一班人 去作出一些冒險 大雄不斷在過程中去被人欺負 但是最後呢 他們這個所謂的欺負呢 阿紀安 甚至乎阿福 阿薩 最後一樣會去救大雄 大雄救回他們 亦都不期 去鼓勵那種冒險 是吧 友情 我們很開心 叮噹就帶給你們這麼多開心 我們看接著 看上去 你看有些人 這些是街頭的 但是作為粉絲 沒什麼所謂 其實不止他 今天也有很多人 著造成一個多拉A夢 那樣 我真的很難改口 你問我就很難改口 我的叮噹就 雖然九五八八 但是就真的很貼切 沒有再去 好了 夜空之中 我們看到叮噹 真的帶著竹蜻蜓在天空上面 喜能不樂 日本人在做真的不同 真是不同 人人其夢 可可達都 我們要懂得唱 成首都當然 我的快樂 我悲天告 人人如意開心歡笑 跳進美夢沉獲美好 爬盡奇妙 口袋裡 你的希望必得到 離奇神化 不可思議 慎重日上就得到 涵歌扮呢 反而我不知道 涵歌扮呢 少了你伴我飛舞 尋愛漢琴譜 老實說 我從一開始 我還開頭 覺得很突然 但你真的很頑皮 好了 下一首 下一張 人家這個香港 隨意門走出來 比香港 美麗 美麗 上次歌 上次歌 不是啊 最慘的是看不見 已經沒有禮漫 好 再去 跟著叮噹 看到了 旁邊是大雄 下面是阿福 最後 紀安都不太相似 不過我們知道是紀安 鄭香 鄭儀 下面 其實呢 還有全體的 應該還要有了 紀蘭 OK 即是叮噹 即是紀安我妹 OK 好 再去 好了 這一個就是那個輕鐵站 其實都簡單的 就是這一個 都 那個是 剛才我說是什麽站 那個 屯門那個 要 我真的忘記了 我先說到後面 看看 我立即要去看看 原來就是這個 港鐵和他合辦的 少康站 這個是少康站來的嗎 OK 他說是少康站 我們看到那些少康站 其實它不用做很多東西 我相信幾個柱 那些皮膚呢 它是新油上去的 嗯 就配合藍色 那你就已經有些氣氛了 那你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改裝一個站 的時候 氣氛更加大 好 再去 那 有些列車 非常沒有特別的 我不知裡面會有什麽 那夠了 通常就變成椅子 就是貼一下 對 貼一下 貼一下 這樣 高 好 在下面 這個就是中山公園 都是 always reserve 他們搞的功能 那些其實原來是吹起公仔 但看上去就不像 覺得是 好像很實正的 stature OK 好 其實它是十幾尺的 那你有大有小 最矚目就是大那個 那你說小朋友過去 那你不用有什麽的 拍照就很開心 是吧 當然在門口當然要放些東西 去賣一下 對 還要搞這些 好 再去 那我覺得都很開心 那其實呢 如果作為叮當迷 每一個都有隨意門 有海盜 每一張照都有拍 那這些呢 其實在免費區 在星江大陸 和尖沙水海棠 那我呢 又覺得呢 又好好的 陳志F不宜雄的千金 他一方面有些收費的特指 但是人家都不認識 免費區 你有沒有去過 新千歲機場那頂當館 我想我有去過 我想我有去過 現在我想到新千歲機場 裡面有什麽的 可以去拍照 當然有 當然有 日本的機場都好 這些東西都好 很穩定 那你放飛機 都沒有做 或者他們開給小孩的那些 披靈 都是很骨子的 老實說 你要一早要搞 但是你們也要多謝 說真的 他還要有很多 免費區 在星江大陸 華占沙水海棠 我不知道這些免費區 所以 扣相是由特區政府要求這樣做 還是他樂意這樣做 就算特區政府要求這樣做 他都要樂意的 喂 帶展品來 威風行設場 他給你去拍照 與眾同樂 喂 這個不是多女夢 這個不是叮噹 好了 回來 好了 有個余政亨 何許人也 吳政亨 47人 我給了一個被告 但真的不好意思 我孤立華文 他是哪位 他好像當時的秘書還是什麼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哪一個區議員的秘書 還是區議會 應該是 我實說是協調 協調 是的 他的秘書 47人 相對其他比較知名 多人關注的被告 他得到那個 關注更加少 47人 現在說判 我也不知何時判 講一講一講 這是什麼星期半 講一講 你不讓他坐眼後 不可以嗎 是吧 好了 在這個判決的前夕 之前應該是一個星期半 應該是 不知道這個判決 會怎樣判 會不會引起更多的風波 你說這些是否突然搞不突然 我跟大家講 可能判決之後 有人會更加震怒 說搞什麼 他不會理 這些判決 是否來自有人去估計他的心意 但是 哇 一單又一單又死人 又收數 搞什麼 搞什麼 現在天天埋位 被人家跟我說 那樣 搞什麼 搞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會怎樣 吳政亨就在這星期 這個星期七人安的判決前 發表了一首歌 去填詞的 叫上參達也 我從小到大 我都讀這個岔字 我沒有讀錯 岔目的岔 岔目的岔 我從小到大 為什麼我從小到大 因為我看這本書 Touch 好了 日本漫畫 我作為一個 基本上任何漫畫都擁有的人 我怎麼會沒有看過Touch 一會兒我們才講Touch OK 好了 那為什麼呢 他就借助這個Touch的日本漫畫 的靈感寫下歌詞 就講述為夢想奮鬥 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去奮鬥的心情 OK 我本來想播這首歌的 但是我聽完之後 我發覺這首歌 都是比較平的 不算很搶儀 我只能這樣講 那我就不播了 包括的歌詞譬如說 我只能潮著他去闖 就算未太知道 為誰背負這個期望 用右手僅餘的氣力 也投出 這最後藉口 但竟然沒有勇氣 再看下一秒 是那種警方 包括有些什麼歌詞 這首歌呢 其實老實講 首先講Touch這個漫畫 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日本最經典的成長奮鬥漫畫 熱血的 OK 先講漫畫內容 我相信這個吳正亨 因為有個關注 原來他是一個漫畫迷 他在判決之前 運了足足三年 他受思潮起伏 原來他是一個填詞 L很喜歡填詞 於是和他合作開 在監獄外邊的老友 叫Steven Steven Neer 就說想發表一首歌 最重要的是他沒有什麼要求 只是說 你的歌曲裡面 你留幾個位置給他填到 甲子圓 你知道廣東話很麻煩的 這幾個字就可以了 於是他就發表了這一首歌 OK 他本身有個關注組 吳卓亨 他填歌詞的時候 他的名字叫李伯勞 有個關注組 關注組的Post說 在Touch的主角上纏大家很傻 為了一個不知有幾大勝算的夢 看似遙不可及的甲子圓 令到筋皮力竭 而最傻的就是 即使 不是慢慢的 我們在一個活生生 我們活的香港裡面 竟然都有人 因為這樣 OK 去奮力一戰 先說 倆實說 47人案裡面 這47個人 在現在的處境下 我很難說他們 這一個是冤獄的 因為我被捕 但你問我 我到現在都是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希望判決的時候 我就清楚了 為什麼參加初選是犯法 我不認識他犯什麼犯 我真的不明白 選了進去 真是投票 去否定你 我們看回那個47人案的審判裡面 不斷的律師對著不瞞的證人 或者被告都在說 是不是無差別 去否決那個議案 你看下去 感受到 是否想用無差別來 入你罪 但你說我們 如果用普通法 不要訓練我們 沒有法律 就算是無差別 也根據基本法來 投票 我喜歡投不投 否定就否定 其實我是不知道 所以我也是很等待 他的判決 既然生於師 我們要擁抱大時代轉變 好像我們偉大的祖國 都為人民服務 變成為大局服務 你說為人民幣服務 為大局服務 簡單一點 在大局之下 人民就不算什麼 即是說你們是委屈一點 都沒有辦法 我們都為大局服務 我希望判決 我知道是什麼 那47人裏面 我覺得真的會有不同的想法 是不是個個那麼純粹 就好像touch grab 原來向一個夢想出發 那麼簡單嗎 我覺得不是 但是也不需要去探究 不需要去探究 因為等於我們說 做善事 你是為孤明釣魚也好 你是為當仁也好 那你就做了善事 OK 總比大家動都不動 好啊 touch是好看的 touch其實她的男主角 上冊達也 你有沒有看touch 和也 他有兩兄弟 巴先生 和也 達也 達也 是傻佬的 經常被人笑 覺得她不夠她的弟弟 沒有那麼厲害的 天分 各樣東西 但其實她的天分是厲害的 她的弟弟 所以 她本來 入到中學 她都想去 打棒球 但她弟弟 這樣就去打拳擊 但她打拳擊很厲害 周圍路 很厲害 打贏了去年的冠軍 那些都不重要 誰知道她的弟弟 後來 表力竟然是這麼激烈的 這些慢慢寫到 拼了 交通以外 死了 死了 於是她 繼承她的弟弟的夢想 其實她也不想 她的弟弟 有個教練 去繪弄那個拳擊部 我大概記得 幾十年前看 叫那條拳擊 想 你自己在戲裏 實在是 哇 這傢伙運動力很厲害 很強 然後她 由零 到 代替弟弟 甚至打到同一個位置 去進軍甲子園 進軍甲子園 我們不要只看Touch Touch是經典 其實 你稍為有沾染 涉獵一下日本 日劇 或者日本漫畫 就知道甲子園 雖然是一個中學的比賽 但是對他們 決賽是全國大賽 那個影響 是終身的 很重要的 這件事 非常熱血 當然 最後都是大團圓結局的 好了 最後講到這件新聞 職笑離世 上星期才講完 他跟霍潔晶 他老婆 太太 上洗米華的節目 說他在今年1、2月的時候 說差點 因為他原來這個病很煩 他這個原來是一個 什麼 什麼臨臟細胞癌 那種 那個腫瘤 壓著聲帶 談多 所以他三番兩次 根據上次訪問 他都過癮不肯走過來 譬如他太太走過來 或者沒有醫護在身邊 很容易會 逐得 吐不了氣 兩三分鐘就走了 拜拜 那次他上來 上星期還是前個禮拜 過傷 洗米華的節目 說 益術及這些事情 是否想不到 昨天就聽到那個消息 說 阿職少 顏國良 離世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這個病 糾纏了他 上次在 洗米華的節目 你知道他們那個靈異節目 就說 大太要求他續命 希望他們更恩愛 看見他這樣恩愛 就幸福 身體健康 因為續命都不可以續很多次 我沒有看過節目 我不會去評 那 71歲現在 是年輕的 我可能想 阿正也有印象 但是我們小時候 他不會是很受歡迎的節目 香港八一到香港八六 但是 正正好像現在的外匯家 我覺得 入屋程度 是比真情貴切外匯家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沒有那麼多娛樂 八十年代 中頭 於是大家很代入 這個銀稀小吃店一家 陳跡飾演 一個試繪的香港仔經紀 等於18樓 一個小弟 好像是讀大學 那時候講 定御科 陳斌 就是斌仔 所以我們一直叫職效 斌仔 就叫了幾十年了 斌仔 都早很多年前 我想十年都 八年了 都離世了 現在職效都走了 希望未亡人就不要那麼傷心 香港 反而 茂叔 都走了 早一陣子聽說 阿信叔 都走了 阿信叔 信嫂也在的 是吧 郭悟恩 又走了 李我叔 真是沒辦法 真是時光飛濟 希望就是顏國良 家人節愛 謝謝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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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